你今天去派出所了吗 去 你今天去派出所了吗 你今天去派出所了吗 全部都搬好了 上次我说完之后 虽然有一点鱿鱼 下不了决心 但是今天 我看到那个阿姨 跟她的儿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 就鼓起勇气去了 这什么逻辑啊 我不太明白 她说人真说我 为了她的儿子跟我发年 但是我觉得这个举动 让我好感动 感动 这有什么好感动的 哪个父母不是 维护自己的孩子的 但是 你们那部分青红皂白啊 青红皂白是什么 就是说 不管自己的孩子 是对是错 都会去维护她 虽然她今天这样对我 令我有点不舒服 但是我在想 如果我是她的儿子 她这样骗探我 你肯定觉得很幸福 哇塞 你的幸福点还真够低啊 那你赶紧找到 你亲生父母吧 他们会给你 很多很多这样的幸福的 老婆 你真的不介意吗 我怎么没有介意的 你不是说过 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是个孤儿吗 我什么时候发表过 这么另类的爱情观啊 你妈上次跟我爬山说的 我妈 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你可千万别相信啊 我没有那么奇葩的 我 我就是 就是当那个随便 胡扯瞎说的 就算你真的说过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 另类真实啊 口味果然独特 我喜欢 那你说 如果我没有认识你的话 我现在会过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我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可以过得好好的 可能这个是 跟你的职业有关吧 你可以很感性地 面对所有的事情 也是可以非常理性地 处理各种的关系 你把我分析得这么透彻啊 不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 在学校见面的画面 在学校见面吗 好像记得 记得 当然记得 怎么没忘了 那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约会 什么时候 在新餐厅 然后呢 看电影 你上电影进去 就是我的噩梦啊 对了 老公 你DNA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过两天 过两天 我再去医院一趟 然后把那个结果送到高安局 然后他们就会送到全国DNA 新宿库里面做匹配 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虽然我知道高率非常低 但是我向你保证 无论如何 就像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我们不会变了 我的关系甚至更好 好 其实老公 你不用跟我做这样的保证 我跟你呢也是一样 希望你能够找到亲生父母 而且我也相信 我们肯定会比现在更好的 奶奶 你外去了 我跟几个老姐妹啊 出去喝茶了 下班了 对啊 吃饭了吗 我还没有 等一下跟小梁出去吃饭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真是的 父母不在身边 就不好好吃饭 这外面饭有什么好吃的 又没营养又不卫生 这样吧 今天晚上 你们小梁口就到我们家吃饭吧 这样不大不太方便 我们自己出去吃都行的嘛 都是邻居客气什么呀 不就多两双筷子嘛 回头啊我跟你阿姨说一下 再加两个菜 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 我扶你上去吧 好的 谢谢 阿姨 真是不好意思啊 每次都麻烦你做这么多好吃的给我们 不用客气 我们呀都是邻居 你呢到我家来 下次我们去你们家 去我们家 其实我不是很会做菜 我知道太把你吓的 你不会做的 我们做 凯文先生你说 我问一下 这米国孩子他们平时上课吧 人家不上课 真是不好意思 你说你是我们的客人 怎么可以让你忙呢 太有事了 坐坐坐坐 吃水果 唐阿姨几个女儿也不在啊 儿子也没在家 你就不该问 我嫂子爸 我饿儿子 归音 你看门桃喜欢吃葡萄 拿去给她尝尝 对对对 嫂子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大哥 吃葡萄 就这点吗 没别的 还有苹果有没有 你俩啊 吃点水果 谢谢 谢谢 对了 凯文先生 你是在大学当老师的 正好有个事 想请你给帮帮忙 你市里住哪儿高中 有没有熟人哪 有什么可以帮你啊 是这样 我们家乐凯这不 马上考诺中了吗 我跟他妈也想让他进重点 可是呢 你懂的 我是认识的 但是 笨涛 你别老想这些 邪门外道的行不行 怎么是邪门外道呢 大哥 我这是合理利用资源 你现在办事 没个人真不成 你看 乐凯他们好几个同学家里 早都给铺好路了 你别搞这些没用的 来 吃水果 好 来 来 来 你当我没说 不是 咱接着接着说过来 对了 小楠 平时你做不做美容啊 偶尔去的 我有张阳光美容院的 贵宾消费卡 要是你跟有空的话 我们一块儿去 妈妈也去 我老了老了就别去了吧 你们年轻人去吧 那间美容院好像 听说挺不错的 我好几个演员朋友都去呢 是吗 那我们更应该去体验一下了 如果明天下午没事 咱们一块儿去吧 我明天上午还得工作 下午应该没问题的 不过阿姨您太客气了 别跟我见外嘛 那就说好了 明天下午见 阿姨 你怎么在这里 你没事吗 凯文 没事 奶奶昨天晚上晕倒了 在里面打点地呢 她怎么了 没什么答案 凯文 你怎么来医院了 你没什么事吧 只是一点小事 没事 把身上都去 你把重 真舒服 谢谢你啊 让你破费了 不要客气 如果你想来 随时可以来 我会提前帮你约 我就喜欢到这家来 服务特别好 而且 这款产品也不错 它里面有果粉精华 不仅安全 效果还不错 这牌子是挺好的 我平时也经常用 看来你经常来这哟 是啊 我还经常会带别人来 我还带我婆婆来过呢 你别看她年纪大 还是一样很爱呢 那当然了 女人嘛 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 都希望自己年轻又漂亮 看来你跟你婆婆关系还不错 哄婆婆开心 也是一门艺术 不过 你婆婆在国外 你应该不必为此费心吧 我公公婆婆情况不一样 毕竟她们是老外思想 很开放 哎呀 我有时候也很羡慕我自己 有这样的公公婆婆 早知道了 我也应该收养一个孩子 现在年龄越大 越节都孤单 我们年轻的那会儿 不像你们老想拼命工作 我当时就想要的孩子 可惜一直都没有怀上 啊对了 小楠你想要孩子吗 我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那你想不想深造呢 深造什么意思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不都这样吗 工作几年 攒点钱 然后出国 拍开眼界 对将来的发展 做个铺垫 出国留学 我也想啊 你的婆婆在美国 出去应该很容易啊 语言不过关 再说了 现在一大半年纪了 学语言也来不及了 如果你愿意出去的话 我有个美国的朋友 他在美国一个著名电影学院当教授 他跟好莱坞的编剧团队 关系都不错 如果需要的话 我给眼见给你 将来对你的发展 一定会有帮助的 好莱坞啊 好遥远啊 有什么好遥远的 你想去我就帮你打听打听 那会不会太麻烦了 就是一个月阳电话而已 我帮你落实一下 好啊 那先谢谢你了 听他这么一说 还真的是勾起了我出国留学的想法 刚工作那两年 一直都这么想 但是却没有一段整段的时间 你看 这一搁浅 我就三十了 你一直有这个想法 嗯 其实前两天 美国的那个托姆斯教授 打给我 是吗 他说什么 他说 有一张美国排前上的公司 建筑公司 想找我过去帮忙 抽天就开始动工 挺好的呀 多好的机会啊 说不定可以在美国 运气成名 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好机会 当然是啦 都主动找上门来了 难道你还打算放弃啊 那如果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那这般的工作怎么办 我的工作呢 就先放一放呗 我正好可以去 好好地充实充实自己 等我充实好 再漂亮地上回来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一起去美国 接受他们的邀请 在你们生活 我 反正现在 我的工作也进入了瓶颈期 正好也可以换一个环境 找找灵感 那我们是真的要去啊 去 说走就走 不是 我是说真的 你是为了迁就我 还是因为今天那个宋阿姨 跟你说的那大话 说实话 我必须跟你坦白 他今天那些话 对我来说确实有吸引力 什么好莱坞的编剧团队 都搬出来了 我不心动 那是假的 但是老公 在你的工作面前呢 我觉得那些都不是事儿 都不是问题 为了你的前途 我也得义无反顾地 去好莱坞发展 对了 对了 今天我在医院碰到那个房东了 他在哪里 嗯 怎么了 他受账了 来病了 住院了 啊 什么病啊 不知道 应该已经回去了 但是我听到有个事情 说什么 骗子 然后被骗了十几万 被骗 肯定是那个人 就你说那个骗子 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 肯定是吧 那个人一看就不像他儿子 那天他还跟我们大吵一架 冤枉你了吧 算了 算了 别猜了 回去吧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嗯 也是 别人家的事儿 怎么会这样 什么情况 我的内部吸收视率又下降了 又下降 哎呀 他们现在更喜欢看省台的那一部 哇 哇 省台那一部很火啊 谁叫他老师都在说这部戏啊 哎 老婆 你上一天不是很幸会写的一部电视剧吗 抽出率不好 省台那部戏呢 都是一线明星演的 观评这一点就很吸引观众啊 一部戏的成功 是要各个环节配置都好才行 哎 我们那部戏啊 就是演员差了点儿 但是我相信 我的剧本很牛的啊 对啊 老婆你是最棒的 那当然 哎 你上次不是说有续集吗 谁知道 电话来了 喂 小楠 请你今天务必来一趟公司 关于续集的事儿 有些变动 看来选了 嗯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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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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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些作品还不就是一堆废纸 陆小南啊 别总拿你的艺术 当成你的挡箭牌 我没有 当初我写剧本的时候 从大纲到分级层层审核 您都是一直有参与的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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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你看一下这个合同 没一天你就签个字 我们之前的那个合同 什么啊 关键时刻 不接电话啦 关键时刻 不接电话了 关键时刻 不接电话啦 喂老公 你几点下班啊 我還有一節快就下班了 請喝杯 我有事 有事 什麼事 沒事我就是心情不好 晚上你陪我去吃大拍檔吧 我想喝兩杯 好啊 但等我回家撿千萬杯 一個人不高興啊 拜拜 你唸 你唸 千萬 他就是那個 我們的新鄰居那個 小男 凱文 你也來了 快走走 妞妞來 不好意思 我叫成我兒子妞妞了 你們倆長得好像啊 凱文 對 來來來 坐坐坐 來來來你也來坐啊 來來來 乾杯 來乾杯 乾杯 乾杯 我忘了跟你們介紹 這個是我的妹妹 唐秀燕 長得喜氣善良 你好我叫凱文 你好你好你好 那個 你就是新來的靈居啊 是啊 小先生看得挺有脾氣啊 小男 我這個妹妹心之口壞 她的意思是說 你特別有個性 來乾杯 有個性 有個性 有個性來乾杯 來來來來來 有個性啊 凱文 今天阿姨就是喝酒 來我們再來一個行不行 行 來 服務員 再來幾瓶酒 是 服務員 再來半打 阿姨想喝酒是吧 來 來 給你喝 來來來來來 謝謝啊 先來這麼多 不夠我再給你賬 好好謝謝謝謝 來我們喝 沒事沒事我 我幫你喝吧 不用你了 不用啊 我免曉達喝一個 阿姨來曉達我們走一個 就我們兩個 對面鄰居 對不對 謝謝來 你說你年齡也不小了是吧 現在男人不都喜歡二十 剛出頭的小姑娘嗎 你說什麼 沒有 誰誰年紀不小了啊 沒有說你 不是他肯定是說的我 你什麼意思啊 你從頭到尾就說我老公這好 老公那好 有本事你拿去你拿去 真的是 不很差嗎 不差嗎 老公 不很差嗎 完美啊 不很差嗎 不很差嗎 我差 我差 我不差 我真說得多 錯得多 我妹妹 跟你說過了心之口懷 你為什麼放在心裡啊 你這個女人怎麼那麼在意你呢 我要看再乾杯乾杯 我們倆乾 姐 要不要我先回去的女兒 不回去 來 要不我送她回去吧 她我們 我們這是鄰居嘛 我送她回去就好了 一千九吧 不是啊 怎麼可以回去呢 我沒說回去可以 又回去嘛 是 你剛才跟我說什麼了嘛 你說猜什麼 我說她跟在大年輕的時候長得挺像的 你看看 看看你那個樣子 說我喝醉了 明明是你喝醉了嗎 那怎麼不像你 你爸爸 不行 你看你就喝醉了 你姐姐姐沒事 來喝酒 好好好 我送她回去吧 你走吧 你放心吧 好 我向你把架好嗎 不行 你行不行啊 沒問題是你喝醉了 你說她什麼 是是 像 像我咱爸 有啊 好 對了先走 讓她先走 那我走了先啊 阿姨 我一直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問 你為什麼那麼討厭我啊 我覺得我很好啊 為什麼呀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我就是討厭你 就是不喜歡你 為什麼 告訴你為什麼好不好 就是因為 你什麼都有 你有錢 有個好老公 有個好家庭 有個好媽媽 你想不生孩子就不生孩子 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呢 我唐秀娟 我嫁給了蘇家 我嫁進去那一天就是 上有老下有小 要伺候婆婆 不敢大聲說話 要相夫教子 從來不敢有半點太難 我得到什麼呢 我什麼都不得到 我在這家庭是可有可無的 他們誰都不可以 你不管我當回事 不 我有 我存在 我存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只要這個家裡 有一點點的閃失 就是我唐秀娟的錯 知道嗎 我唐秀娟的錯 我錯了 奇怪了 我活了大半輩子二十多年 怎麼會活成這樣呢 你說月母園 你說月母園 來 給我喝一個 我怎麼會活成這樣呢 阿姨你說完了嗎 說完了 怎麼了 我跟你去說 我也活得很累 你知道嗎 你你你你 我上一部戲的收拾力那麼差 這篇人哪我撒氣 你知道網友叫我什麼嗎 叫我雷劇編劇啊 雷劇編劇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我們沒日沒日的寫 我們改的改的寫完了 改改的寫 寫完了改改的寫 好好好 誰的話我都要聽 我覺得你們家庭婦女 最辛苦了 沒想到一個人那麼辛苦 經理 辛苦 好可怕 好晚 老公 你快快的回家 老師媽你又回來 就過來家裡啊 回家 好 我知道 一邊找的就行 快去找你媽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 不要動 不要動 不要 老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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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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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沒去 我是不是沒見 好吧 回去吧好不好 沒事 我 沒事 媽媽 你怎麼了 喝這個 喝這個 那我們進去 來媽我們進去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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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能夠啊 這媽 什麼菜喝成這樣 這什麼情況這是 從來不喝酒 我怎麼喝成這樣的今天 真是謝謝你了 沒事 對了 叔叔奶奶去了家居還沒回來 你怎麼知道我爸跟我奶去郊區了 我今天早上碰到他們 坐他們的生活站吧 爸爸打電話來說了 今天晚上他們在那兒住一晚 行 我走了 不打擾你們 你們照顧好了 好 謝謝你啊 拜拜 謝謝你啊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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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有什麼你心裡門舍這麼多委屈 不知道跟我說 阿姨 你好點沒有啊 你好點沒有啊 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就好了 我去上班呢 好多了 昨天晚上 謝謝啊 沒關係 拜拜 唉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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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拖沓 節奏慢 這是劇情拖沓 對 這是劇情拖沓 新來 辛辛苦苦付出那麼多 誰能看見 誰懂啊 他不成 不甘心 牽上玉石拒粉 把他拖下水一起死 喂 你好 上學的事情 已經有消息了 這麼快 你是本科生嘛 你這麼好的條件 應該很容易申請 來 先看看資料吧 我那個在電影學院 做教授的朋友 已經答應我 給你寫推薦信了 他說 你有過獨立創作的 長篇電視劇 比其他人更有優勢 唉呀 這樣會不會太麻煩你了 我就是在中間 牽牽線搭搭橋 沒費什麼力氣的 主要是你自己有實力 好 現在申請 然後接受半年的語言培訓 最快的話 可以趕上明年春季開學 又小子算得快很多啊 是啊 我剛剛給留學中介打過電話了 他們說多快的話 一個月可以到美國 所以現在呢 我是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 老公這邊是怎麼想的 你想再跟我一起去啊 我為什麼不願意 但是 你找秦深父母才剛剛遇到頭緒 而且我看你挺喜歡這裡的 其實你的內心 是不是更想留在這兒 其實你說這一些都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說的東西 都比不了我老婆 我老婆最重要 然後她想去哪裡 我就去哪裡 我覺得你最堅持的後遇 那 那你其實父母怎麼辦 不找了 這一些都不矛盾的 我把我的那個DNA信息 放到公安局吧 如果有什麼消息 他們會立馬打給我 還有Thomas教授說的 那個建築項目 我已經打給他了 我跟他說 我願意去幫他 老公 你真好 你先去找你媽 然後等我照完那刻 我就立馬過來找你 找我媽的嗎 你這麼大的一個事情 你不跟你媽媽說一聲 對對對 老公你想得真知道 哥 這話我是替嫂子問的 也是替我的閨蜜同夢問的 你這次說要出去闖蕩一番 闖蕩出什麼來了 小曼 你哥能平安回來就萬幸了 還問他幹什麼 媽 別總護著他 他都被你灌壞了 錢呢 我問你錢呢 你拿去的五萬塊錢呢 那是我想著以後有了孩子 攢著個孩子用的 你是不是畫得一分都沒剩 哥 你為什麼每次都這樣 你算一算這都第幾次了 嫂子攢點錢就那麼容易嗎 你說你開便利店便利店倒 開咖啡店咖啡店倒 後來又去農村買什麼花種 結果花種賣不出去 留在自己家裡種 弄得前院後院到處都是花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花粉過敏 好了小男 你少說了幾句 媽 你哥今天剛回來 媽你別攔著我 今天這句話我必須說 哥 你幸虧娶的是童夢 你結婚以來他一直支持你創業 人家連結婚的嫁妆錢 都拿給你去投資了 你還想怎麼樣 有多少女人可以做到這樣的 換作是我我一天都忍不了 行了別再說了 你看你哥現在穿了什麼樣 這幾天睡在大街上 肯定是睡不好吃不飽 一回來就愛你妹妹媽 還是老婆的白眼 你不想想你哥哥什麼心情呢 媽你能不能別總為五哥著想 為我嫂子想想行不行啊 不是由你著想嗎 你為了她 連媽都教訓起來了 懶得跟你說話 給你哥做飯去 媽 童夢到廚房去 我要去美國了 什麼 我跟凱文決定去美國了 我幾歲了 不敢你生個孩子 去什麼美國 怎麼一個個都不讓我省心 媽 您不支持我啊 還是凱文好 看來只有她永遠願意做我堅持的後奴 連親媽都不行 行了行了 我看你呀 都讓她給灌的 凱文 真羨慕你呀 剛才做得好 還不如嫁得好嗎 對不起啊老婆 我可以理解為 你又在諷刺我嗎 我哪敢諷刺你啊 不然又有玩失蹤了 沒想過我的感受 我怎麼沒想過你的感受 我都是在為了你能過上好日子 才這麼做的 別 我可不失望過什麼好日子 你別嚇我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 你這一走我有多擔心啊 小男啊 你要是去了美國 媽怎麼辦呢 你把爸給丟下了 媽 瞧你說的 你別把自己說得這麼孤苦伶仃的 好不好 我哥跟嫂子都在這兒呢 能一樣嗎 要是你去了美國不回來 那怎麼辦呢 怎麼可能 你以為我賴著美國不走了 外面再好也不不自己家好啊 放心吧啊 我會回到祖國母親的懷孕 媽 要不 跟小男一塊兒去得了 你說什麼 媽我的意思是 您和小男一塊兒去旅個遊 誰說我去旅行了 我是去學習的 我在那邊待很長時間 我先學語言再學專業 哪有時間旅行啊 到時候再說吧 時間長著呢 到時候帶你們去吧 我算是聽出來了 一個讓我趕緊走 一個不讓我去 你們 你們一個個都不是好東西 我這麼大年紀了 被你們踢來踢去 踢來踢去 踢來踢去的 媽我們不是那個意思 嫂子的意思呢 是說想要你去外面玩玩 我的意思呢 是說我會回來的 我在那邊都學習 我沒有時間照顧你 我們都是好意啊 誰敢踢你啊 我們搶你都來不及 是不是啊嫂子 對對對 你一套一套的 我還不知道啊 你們就怕媽拖累你們 不是這樣的 來了來了 哥 凱文來了 快進來快進去 媽 茶子 我的好女婿 你來的正是時候 正說著去美國的事呢 你這沒良心的老婆 嫌我拖累你們 要撇上我不管我 你們真的決定去美國了 準確地說呢 是因為我要去美國深造 凱文很支持我 行了行了 就你注意多 那凱文過去怎麼辦呢 凱文在那邊 也有工作要約 所以她會跟我一起去 這樣就兩圈其美了 小楊是一個非常潮滑的人 如果她繼續深造 肯定可以成為最頂尖的表演 所以我非常支持她 凱文啊 我知道 你對小楠好支持她 但是你自己的事呢 你不是 才在找你的親生父母嗎 你不打算再找了吧 我們去美國也可以繼續找啊 凱文在公安局 留了電話信息 到時候我們把美國的地址 告訴公安局就可以了 媽 要不你跟我們一起去美國吧 算了都說了 你老婆怕我拖累她 媽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我們到那邊肯定會很忙 到時候怕照顧不好你 我看我就別去了 你們有沒有孩子也不需要我照看 你們去嘗你們的誓言 我也不給你們添麻煩了 媽 怎麼會給我們添麻煩呢 行了 你們就安心去吧 媽也支持你們 我呀 就老老實實地在這兒就行了 我一去英語都不會 這要是真去了美國 還不把自己給憋死 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 老公 謝謝你啊 謝謝我是嗎 謝謝你支持我啊 你不知道 你支持我 我媽就不敢不支持我 你在我媽的心裏 分量可不有眾多了 其實你媽很愛你 她只是非常擔心你 老婆 嗯 這兩天你都累了 不如我們分工吧 旅遊去找阿姨說退房的事情 我們就到網上收一下美國的資料 好啊 沒問題 我這兩天就去找房東說明情況 好 那我們一起做計劃吧 嗯 阿姨 阿姨 上一次 不是說要繳回酒釣的那個兒子嗎 上次我們遇到那個是 嗯 我 没张言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眼瞎你 笑笑话 笑笑话 主管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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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陪她 你跟那家人有关是吗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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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省点力气 我也说的话告诉警察 等等 我不是骗子 真不是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跟父母走散了 他们家也走掉一个儿子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亲子监定 但监定结果出来 我不是他们家要找的儿子 难道这也算骗吗 你放开我 他们需要走掉一个儿子 对啊 人家走掉一个儿子 两个儿子 你哪儿这眼睛 看见我骗他们了 你放手 这跟你有关系吗 别做关键事 行 等等 要我跟你说几遍 认亲这种事 认错也很正常 鉴定结果出来之前 我真不知道 你就放开我吧 我就知道你骗人家的钱 找什么钱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说 你从哪儿知道 那家丢孩子的消息 诈骗的动机是什么 我说了我没骗人 我从小也是孤儿 认亲认导一块儿 属于正常 这明明是个误会 警察同志 您就放了我吧 误会 那十万块钱 你怎么解释 什么十万块钱 你最好老实交代 你从他们家老太太那儿 诈骗了十万块钱 都去哪儿了 那是他们家老太太 自愿给我的 觉得我像他们家孙子 老太太一片好意 不说不合适吧 自愿 我看你准备得 倒是挺充分 连他们家孩子走私的时候 穿着红毛衣 你都知道 那他们家寻人启示 不都写了吗 寻人启示 你就想借此捞一笔是吧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我看到他们 我就仿佛见到 不用狡辩了 他们家人马上就来了 你还是赶紧想想 那钱都花在哪儿了 公安局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 带你下去 自己好好想想 好的 走吧 我真不想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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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先生 来了 是这位先生把他给抓过来的 是你啊 谢谢 没关系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你们两家住对门 一家丢了孩子 另一家跟父母失散 对 我也是跟安裁知道 真的很巧 好 凯文先生正在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在我们这儿登记了DNA信息 正在等匹配结果呢 真的 苏先生 我们需要你配合做一下笔录 说一下详细经过 行 坐 我不知道 你还有这样的审视 我也是今天 才知道你家的事情 女孩子酒雕 是什么时候的事 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一直没有消失吗 这二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这儿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最后没有一个是真的 弄得全家人都跟发了风势的 这些年 前几年我就说了 算了 不找了 结果他们还是背着我一直在找 才弄出这么大事情来 为什么决定不找啊 要是能找到的话 早就找到了 这些年 这些年 为了找着孩子 全家人吃尽了苦头 像这样的骗子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我不想我的家人 反复经历这样的过程 真是太痛苦了 对啊 这样 确实很辛苦 你瞧我 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都过去了 不找了 还是说说你吧 你的亲生父母 有消息了吗 只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找他们 我怕跟他们是伤的真正原因 是他们放弃了我 所以一直不敢 那你走丢的时候 身上没有一件 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是福利员收了我的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 什么身份证明也没有 连一张支条也没有 可能 是我父母这辈子也不想见到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苦衷 这个世上 哪有父母不想见孩子的呢 这几年 我也是一直在奥迷着自己 我相信他们是要补充的 所以前几天我就提交了DNA信息 试试看吧 就是 试试看 总会有希望的 是的 阿姨 早上好啊 早 送给您的 送给我 我多少年都没说到话了 谢谢 谢谢 快 进来送 进来送 好 谢谢 谢谢 喝吧 这是今年的新茶 龙锦 我妹妹从杭州带来的 可香了 你闻闻 龙锦啊 很贵的 好香啊 灵机之间呢 总归会有磕磕碰碰的 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对不对啊 是是是 将来呢 你呀 跟您先生 都到我家坐坐 我们也到你家去 互相串串门 好好好 阿姨 以前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没关系的 都是误会 阿姨 我今天来是想有一件事情 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跟我老公呢 打算去美国了 什么时候走啊 很快就走了 所以我跟我老公决定 想把房子给退掉 退掉 嗯 怎么会那么突然呢 是挺突然的 不过阿姨您放心 我们会按照合约 把这违约金呀 全部赔给您的 这不是违约金的事情 你想想你们一切 就那么长时间 怎么可以说 不足就不足了呢 阿姨您放心 我们会尽快把您找到 新的房客的 这不是新房客的问题 你想想 你们那么大的动静 把房子好不容易弄好了 这这我们也承受了 那么大的麻烦 总算现在磨合好了 可这这 你们就走了 要弄个新房客来 万一又要磨合又不合适 那那怎么办呢 阿姨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了再走的 我知道这件事情 给您造成很大的麻烦 但是希望你能理解 好吗 要不这样吧 我们决定好了之后 找到新的房客了 再来跟你商量好吗 那就这么决定了 那我先走了啊 阿姨 我走了 再见 刚刚还可可气气 怎么毕业不再说一下 都说了赔赔的情况 那还怎样 我可能会把这件事 是的 你们可以发现了吗 我条件写码 迷糊 你别检查人